刘德华在走投无路时,他借出1500万,刘德华,这辈子都守护他。 刘德华。 就是娱乐圈中的很多明星也把他当偶像的。 1961年出生于香港的刘德华,曾评级出演武侠剧《神雕侠侣》而获得广大观众的关注,后来评级出演警匪片《无坚道3》,终极《无坚》而获得第4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他不仅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,而且他还是娱乐圈中的四大天王之一。 在他年轻的时候,他可谓是红遍两岸三地,并且还是众多女性心中的完美男神,如今距离他出道已经过去了30多年,但是他的人气依旧高涨。 刚刚踏入娱乐圈时的刘德华,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男孩,他不仅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,也没有很好的演戏资源,所以他的演艺之路走得十分艰难。 而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,他为了能够赚得更多的财富,便决定尝试接触投资行业。 也正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决定,因此他差点倾家荡产。 就在他投资失败,走投无路的时候,他只能四处寻求朋友帮助,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伸出援助之手。 然后就在这时,向华强的妻子向泰不顾旁人的眼光,大大方方地把1500万资金借给了刘德华,这使刘德华非常感动。 在得到向泰的帮助后,刘德华才脱离深渊并重新振作起来。 如今刘德华身家过亿,但是他依然铭记向泰对他的恩情,并且他还曾在某节目采访时表示,这辈子都要守护向泰。 网友纷纷评价,滴水之恩。当永泉相报,我们的老大,却确实实帮了他,报恩是应该的,像太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,像太仗义,华仔有情有义,榜样。 参考来源